2019新型冠状病毒 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芬兰、阿联酋、尼泊尔、斯里兰卡、澳洲、越南、泰国、柬埔寨、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等超过20个国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网站 中国当局1月7日确认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冠状病毒是通过其他个体的密切接触而传播的 传播距离可以远至1.8米 这个病毒是从华南海鲜市场开始传播 这个市场出售各类野味 包括蛇、蝙蝠、青蛙、刺猬和兔子 针对当地样本进行的研究显示 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由蝙蝠的病毒以及蛇的病毒组合引起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 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 它们会引起普通感冒 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例如严重呼吸道综合症SARS 或是中东呼吸道综合症MERS 常见的感染症状包括 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和呼吸困难 在更严重的情况下 感染会导致肺炎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 肾衰竭 甚至死亡 那么我们要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免受感染呢?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大家 用肥皂和清水或含有酒精的洗手液洗手 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 接触野生或养殖动物 将肉和蛋类彻底煮熟 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或是曲肘遮住口鼻 避免与任何有感冒或类似流感症状的人 密切接触 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没有可用的疫苗或特殊治疗方法 但许多症状是可以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进行治疗 采取适当的感染防控措施 由你我开始